大家好,我是朱老师 到家养生法中有四把 扣尺、腌筋、握固、明天骨 今天跟大家分享握固这个养生方法 握固这个动作的养生作用不亚于明天骨 老子一书说 骨肉精油而握固 说了就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虽然身体非常柔弱 却能让自己不受外界邪气的侵害 他们的护体秘诀就是双手握固 握固有着非常多的养生作用 一、手脚冰凉的人常常握固 手脚就会有回暖的迹象 这是因为阳经得到固设 来温暖我们手脚 二、如果天气重变 易感风寒 握固静坐 可以帮助你驱赶外血 保存体内的正气 三、寒冷夜晚或者大雾之际 如果你需要在寒冷的夜晚或者大雾天气中长时间行走 可以双手放在衣刀中握固 防止外血侵入体内 避免并避免病邪欲 四、握固可以锁住 固守圣气、圣经、圣水 滋阴降火 让人乌须黑发 长保青春 五、握固可以定魂魄 如果平时感觉到恐惧 害怕的时候 就做握固这个动作 顺时间就能帮助你定下心来 镇静下来 心里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可以避免我们因为害怕 恐惧而频频出错 握固的方法 将大拇指扣在小心 指尖位于无名指的根部 然后区区其余于四指 稍稍用力将大拇指握牢 如同握着宝贝一样 我现在向大家完整示范 拇指放在无名指根部 然后包住 稍稍用力包住 这个就叫握固 这个握固的动作 不受场地时间的控制 所以说我们平时有空 走路的时候可以握固 看电视的时候可以握固 睡觉的时候可以握固 只要你握 持之以恒 效果自然就会出来 好 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